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雕塑向牛顿致敬也是如此 人物手中的铁球连在一根弦上 描述了牛顿从掉在头上的苹果 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这一事实 苹果无法再生 牛顿在科学上也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名字 达利还在人体上穿了两个洞 上身的洞表示着器官的缺失 空着的脑袋则暗示着思想的开放 这件作品的超现实元素 体现在达利表达硬和软的概念上 他玩传解剖结构 刻画了从身体里生出的骨头 欢迎在新加坡的小伙伴 随时前来Raffle City奥图阿花廊 亲自参观更多达利的作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分享给更多朋友 还要关注我们期待更多精彩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